鲁鱼来喽 一吃鲁鱼心吊得 儿孙吹火嫡花钟啊 这不是您的 这是庄公子的 什么 活的是先来的 这第一道菜 点的就是这鲁鱼啊 放下 你放下 这是庄公子的 哎呀 放下 这这这 这是庄公子的 放下先点的 炒什么炒 我告诉你们啊 本公子今天 必须尝尝这道菜 要赔多少银子 尽管说 赔多少银子 有皮块发 公子的口味是口味 说什么的口味 就不是口味了 今日 赔多少银子也不让 寻抚公子 岂能仗势欺人 本公子手下的人 只是跟你商量商量 你敢诬险 本公子仗势欺人 您这大家说说 您这还不是仗势欺人 你不要想要 瞧我的秀赛 闻 文章如遭 我等也是 逗过一个豪杰恶霸的 哈哈哈哈 好啊 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 谁逗得过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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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霸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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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恶霸杀人了 恶霸杀人了 杀人偿命 你怎么就溜了呢 何妨好患 露剑不凭 想拔刀相助是吧 在下想替这死去的秀赛 讨个公道 你没看错地方吧 兄弟 我大清朝万方国土 没有一个地方是让你随便杀人的吧 你刚才也没吃着这四三鲁鱼吧 没吃到好伤心哪 那你学那个秀赛一头跳下去不就得了 这关本公子何事啊 不关你的事 那关谁的事啊 这秀赛不是本公子杀的 是你杀的 是你杀的 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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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 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 想不到庄大公子 也不过是借着父亲的虎威 吓唬吓唬百姓罢了 动起真格的就这副熊样的 你敢侮辱本公子 你要敢仗势欺人 我就敢杀了你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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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总督府走一趟啊 我怕吗 我能怕你吗 李大人那儿 你能说得上话 呸 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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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我的父亲呢 陈秀才 我叫你好苦啊 陈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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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不公啊 老天不公啊 秀才娘子 秀才娘子 你不要哭了 你跟随在下 到两江总督府大堂去 陈秀才 陈秀才 我得父亲呢 陈秀才 陈秀才 好苦啊 我的父亲呢 秀才娘子 如果让你被死去的秀才 击鼓喊冤 你怕不怕 奴家不怕 夫君都让人给杀了 还怕什么 好 这唐谷就在这儿 你大胆地去敲吧 那奴家就使劲地敲 嗯 臭 传鸡骨人上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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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อน你 傅开娘子 你别吊了 里面叫你的 传我拉 不要害怕 只管喊冤 不用进去 冤枉啊 大人 冤枉啊 大人 大人 冤枉啊 大人 大人 冤枉啊 再传鸡骨人上堂 传鸡骨人上堂 小才娘子 接着敲 谁呀 跟本官斗闷子是吧 来人 是 把那个鸡骨人回押上来 是 谁瞧得过 你瞧得过 你喊冤 打人传你上去 你怎么不上去 我喊了几遍 你没平见吧 还在这儿瞧 还在这儿喊 你疯了吧你 是 是他让冤枉敲的 不是让冤枉进去的 来 把我押去 是 慢着 真当我不敢动你啊 跟人家 把他 挑他 都押去 你们家李大人丢了一样东西 被在下捡到了 他怎么不出来迎接我 还要把我押到堂上去啊 你 你很牛啊 还让我们李大人接你 什么东西 拿来 什么好东西 你们在这儿给我等着 我把它交给大人 要是有赏的话 我会给你们 要是没赏 还得跟我上堂 好啊 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不许看了 烦个烦你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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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什么东西弄丢了 我安美闻给你送过来 我能丢什么东西啊 来看看 呦 大人 你 你怎么把烟给丢了 这 这可是掉脑子这儿啊 我知道是谁了 谁啊 太子殿下呗 你 太子殿下 快走 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呦喂 我从此找到你了 下官 拜见太子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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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起来吧 谢太子殿下 谢太子殿下 我还正想想念别人 我担心啊 就怕你们出事 这回你也是 起床也不叫我也是 李大人 您这叫睡的 可这比猪还踏实 我 我打呼噜了吗我 李大人 让你受苦了 请 太子殿下 拜见太子殿下 乡亲们 都起来吧 都起来吧 本宫这次奉皇上之命 微福难寻 就是为了给各位乡亲们 平反冤情 谢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请 大将军 您看 我这儿都有点不对劲啊 你说 这元化镇有埋伏 不不不 大将军 你看这些兄弟 一个个都无精打采的 一会儿怎么打仗啊 放心吧 本将军自有办法 你们听着 本将军 今天要攻打元化镇 把你们的头交出来 你是何人 胆敢来我元化镇倒是 告诉你 本将军这次来 是来攻打元化镇的 你要是聪明的话 赶紧投降 胜了丢了你的小命 废话少说 吃我一下 来 兄弟们 是 杀进元化镇的 尚赢五十两 十两 太子 失礼 好 别烧我 别烧我 我给钱 我把家里的银子 通通都给你 你以为本将军 稀罕你的点银子吗 不稀罕 不稀罕 那好汉你喜欢什么 只要我有的 通通给你 阿呸 别什么好汉好汉的 叫我大将军 是是是 大将军 大将军 兄弟们 上 兄弟们 杀进元化镇 走 来啊 开仓放粮 每人每户 分十道粮食 我家没有粮食啊 说什么 有没有 有有有 在 在后院的 还不快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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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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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过来 你这小小的李政啊 宅子倒不小 比那些大官的府邸还要大 你说 是不是搜刮老百姓的银子造起来的 说 大将军 我这宅子是祖上留下来的 我一小小的李政 哪敢忽乱拿老百姓的钱哪 我看你就是个贪官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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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李政在这里啊 哪儿算是个官啊 还不人家当官的出几桶 你还撞 你撞 大将军 不是说好了杀进这元花镇 少咱们每人五十两银子吗 对啊 对啊 银子呢 银子呢 这帮家伙就值得钱 兄弟们 钱的事情好说 哎哟 哎哟 过来 你们家银子呢 藏哪儿了 哎哟 我家哪儿有什么银子藏起来啊 哎哟 你骗我 刚才你还说你有他 哎哟 刚才不是为了活命 我是胡乱说说的呀 胡乱说的 你把大将军当成什么了 永春 打 哎哟 疼 疼的还在后面呢 疼死我了 吴永春 在 这个鸟人说话不老实 给他点颜色看看 拖出去 吊在树上给我报答 好 吊在树上 走 大将军 我错了我错了 我把银子拿出来 还不成吗 哎哟 早点说不就行了吗 你也少受点苦啊 哎哟 是是是 是 当时世界经过啊 就是这样 还请李大人 为小人们申冤呢 哎 哎 大人 还有我得可以作证啊 行 你们先站立一旁 谢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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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是 去庄府 把庄棚给我摇过来 是 庄大人 带子上堂 我没有 我没杀人 他们无限我呀 浙江巡府庄有公 带逆子上堂 汪总督大人 按大清律法严审 庄大人 你先起来 不 不 我这样 是为了那受害的秀才 而致歉的 张同 本官不训私情 你就别存梦想了 把你所犯的罪行 老老实实的给我招上来 不不不 大人 我是冤枉的 人不是我杀的 那那那那是我手下 是看一看看的 李大人你明察呀 张同 看到了吗 这么多人作证 证人当中 还有太子殿下端坐堂上 他们可以冤枉你 那太子殿下 能冤枉你吗 张同 抬起头看看我是谁 你 你是太子殿下 来人 杖打武师 是 冤枉啊 奴家刘翠香 状告庄童 也状告浙江巡府 庄有公 讲 奴家刘翠香 小女腊梅 在庄府 做了三年丫鬟 受公子庄童强暴 身怀六甲 奴家告知庄有公大人 让庄家受为小妻 这事儿也就罢了 可庄大人不肯 只有三十两银子 就打发了奴家 腊梅无颜苟活 昨日上吊身亡 一时两命啊 哎呀 你看这些 真是呀 庄大人 可有此事 腊梅被逆子凌辱 庄某之之 爹 而辣梅尚教身亡 庄某不知 这逆子罪孽深重 都是因为庄某所宠 庄某 甘受大清律法处置 爹 你怎么这么说话啊 来人 仗打武师 是 别别别别打 别打 别打 我招 我招 李大人 我招很不行吗 我招 爹 我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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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招 你招 我招 你招 我招 你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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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童共认不讳 人正俱在 本府 判庄童 为斩监后 押入大牢 退行 不斩狼 大人 不断法 不断法 大人不断法 大人 不断法 大人 冤我了 我的夫君 当朝就死了 大人不断法 他杀了人却隔一不死 这不是冤我吗 大人 斩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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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什么喊 喊什么让什么 斩力绝 那是要跟刑部合准的 不是说斩就斩的 这是大清的律法 喊什么喊啊 那大人 也应该盼展立绝 而承报刑部 大人盼了展监后 经济可就是中秋了 送到刑部 这一来一去 就过了今年秋季了 那就要等到明年秋季了 我的那位老弟 被庄童扔出楼窗 坠定而死 而一个杀人犯 为什么还要让他 再活一个春秋呢 对啊 就杀了 杀了 展立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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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 太子殿下 臣也是按大清的律法办事 您说怎么办 浙江巡抚庄有功 按照大清律法 你此至一命死 一身两命亡 两罪并罚该如何处置 庄段 回太子殿下 展立绝 好 好 展立绝 太子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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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殿下 太子殿下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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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殿下 殿下 殿下 太子殿下 殿下 殿下 拿拿拿 兄弟们 今天攻打袁花镇 非常顺利 本将军谢过各位了 小军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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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呢 这袁花镇 只是个小地方 咱们要以这袁花镇 和我们虎头山为据点 召集更多人马 争取在一个月之内 拿下嘉兴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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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将军 哎呀 不好了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被狗咬了还是被猪碾了 袁花镇的老百姓 都肩肝而起了 是吗 他们都是来投靠本将军的 不是 是咱们几个兄弟 抢了老百姓的钱 这么老百姓 又跟我们拼命呢 什么 这不跟强盗一样吗 走 带我看上去 怎么回事啊 乡亲们 在下是 联盟党的大将军 我们联盟党 是来拯救大家的 什么狗皮大将军 什么来拯救我们的 你们就是一群贼寇 是来抢劫我们老百姓的 这位兄弟 误会 这肯定是误会 有什么误会 你们这些强盗 杀入我们袁花镇来 分明就是来欺压我们老百姓的 比那些狗官更狗物 好了 好了 你别一口一个强盗一个贼寇的 你有什么证据啊 这两个人是我抓的 还有两个 抢了老百姓的东西就跑了 乡亲们 乡亲们 我明代怎么回事 是我手下的兵不好 欺负大家了 我陈芒谷 一定会严惩他们的 严惩 好啊 你给大家严惩看看 永春 不带 把他们两个带出去 倒挂在城楼上示众 是 你们两个跟我走 来 奶奶 兄弟们 我们联邦党 是来拯救老百姓的 怎么会欺负老百姓呢 以后 谁要再敢欺负老百姓 这两个 就是你们的下场 听到没有 听到了 听到了 兄弟们 多多报寒 多多报寒 这位兄弟 我看你倒还有些本事 本将军 想邀请你加入我们联邦党 和我们 nào 我一起打天下 我保护老百姓怎么样啊 这样 你要实在不愿意呢 本将军 也不会勉强你的 逃逃 逃逃 谁 你救我呀 虫 Rest 我不想死 少将 supplies 爹 爹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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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城里有人回来说 从府上出去的弘历太子 把浙江巡府公子的脑袋给砍下来了 真砍了 真砍了 老爷 看他是庄有公的儿子 对啊 叫庄童 好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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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说